大家好,又是我們GarrilyHK 我們繼續玩不小心我與BOSS的暑假永不結束的7天之旅 雙集我們又重新來到阿蘇過第一天 同樣一開場已經有恐龍 最可怕的地方是一開始已經有暴龍 踏入第二周目,小生可否瓦解這個恐龍危機 所以有這麼多個新日記,看來報紙會越來越多人訂閱 美子約會應該就可以實現,努力小心 第二天的早上? 問你是不是超級暴龍的那隻暴龍? 現在是這個陣子最大的問題 有什麼可以跟它打鬥? 大型的機械人? 小生心目中最喜歡的那部機械人,大家應該知道哪一部 他想令美子開心 小生就要想辦法 還有機會寫一篇很有趣的報道 所以小生會有什麼方法 他自動通過了博士的研究所 封建打算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不約了小生 他打算守住這裡,不讓博士過來 操作博士的時光機 原來小生已經進入口裡 打算用他的電腦 小生到底想做什麼 康達姆機械人來吧 啟動這部電腦是會把使用者的心裡想的東西 現實化 小生想像的 康達姆機械人 現在要飛入時光機了 一追 都是一瞬間 的事 出現在那裡的是 康達姆機械人 不是 是變大了的 康達姆機械人玩具才對 你錯了 在小朋友心目中 絕對不是玩具 康達姆機械人 是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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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康達姆機械人 感覺上好像鐵人28 小生在下面操控著他 將來很熱 一彈跪下去之後 漏氣,為什麼是氣球 但是暴龍的攤子在這裡 小生看不到機械人 感覺像兩敗驅傷 現在 封建就說暴龍受到教訓應該會乖一點,即是不打不長大那些東西 完了 阿蘇防衛隊 火熱 火熱 這麼簡單就能循伏到暴龍 就是說如果你再弱,我們再叫康達姆來教訓你 那就玩完了 今集的劇情一開始 吃完早餐 過來博士研究所做大隻機械人 我覺得其實除了機械人可以變大之外,還有什麼可以變大 譬如有沒有帶動感超人玩具,都可以將它變成巨大的動感超人 剛才辛苦你了 雖然你沒有對白 小生 他說康達沒有機械人很有型 太有型了 之後就回去釣魚 老闆 你的暴龍被我們機械人打倒了,你剛才看到這麼驚險的場景 一起陪牠吃早餐 全年365天,由早到晚都可以吃著飯糰 剛才看得到差點來不及 不過我想應該看到一點點刮 這麼驚險的場面,又不用買票,旁邊看 看來是看到,說得及 變得老實了,真乖乖 博士應該會再生氣一點,有沒有機會再召喚其他恐龍出來 出來每天都要跟隱大哥聊天 商量一下他的超辣咖喱的事情 咖喱店的銀河人 研究了多年的新口味咖喱太辣 現在為了沒有人吃得樂而煩惱 小生想了這麼多天,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 他想知道有多辣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吧,煮的那個都沒有吃 還沒有人知道,但為什麼你會知道很辣 我猜不到會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次應該可以讓這間報社有五星 首先看一看 有什麼新日記 一早起床整大了一隻康達母機下人 之後捉了一些昆蟲 唯有捉截蟲 另外釣到五條櫻花歐文貴 看完所有的告示牌 記住,這個告示牌和發掘恐龍遺跡的告示牌是有時限的 大家如果想做這個任務,要早點看看這兩塊告示牌 收集蔬菜 最聰明的應該是康達母機下人 有沒有三星的報道 今天寫了什麼文章 看看 這個是名流青史的大獨家新聞 你真是厲害 小心 有很多篇很棒 不測 加548人 超過4000 謝謝你 看看誰做頭條 告示牌竟然是頭條 搞錯,搞錯我們的機器變大了 沒有登報紙 跟美智聊天 報紙大躍進 蕭壽雅急劇上升 是小新的大活躍 4352 我們報社壯大了 多得你 謝謝 恭喜 多得小新 我們的銷售雅增加了 新部主的名字是 阿蘇太陽是 新聞部主會不會我們可以訪問到外星人 因為銷量增加了 所以派發獎金 同樣都會送一張卡給我們有多厲害 然後呢 提升所有攻擊的威力 出來星星滿了 還要多拍一部車 全靠我們這個記者的功勞 今天羅羅子會遇上什麼煩惱 問小新有什麼怕 當然是媽媽美亞 我想羅羅子最怕是自己會弄壞些東西 最怕是這個 羅羅子是怕自己 食堂的洗碗碟機 用了11分鐘就壞了 是什麼原因 這個是不是磁場和氣場的問題 其實我想 上次我沒有說過 可以帶她去博士研究所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之後又到媽媽她在這裡打工 今天是工作日 但是廣字喝酒喝得很晚 怎樣生氣她才好 似乎有不同語氣給我們聽 親愛的 不算很生氣 有沒有一些狠一點 親愛的 開始有點挖 徹底生氣會怎樣 會不會是親愛的 親愛的 親愛的 真的比較強烈 語氣 我覺得第三個比較兇 要多一點 三王和袋袋子一起站在廚房裡面 之前三王在外面工作 他們兩個都聽到康達母機下人的傳聞 電飯煲的計時是設定好嗎 要煮飯 但是我們這個五歲小朋友不夠高 那麼上面的電飯煲 看來 今晚是吃咖喱 袋袋子一開始就說很可惜 小生想的拉麵一般 不知道在哪裡出錯 拉麵就是什麼拉麵 然後裡面 湯底加了柚子醋 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徹底失敗 我們要想一些更好的食材才行 應該之後會有人提示小生會加什麼才是最好的 這樣小生究竟 可不可以順利創造熱門菜單 為什麼呢 報紙又改名了 全教小心 現在是怎樣 是全世界最大 很誇張 做完這個任務 做完這個任務 美子應該會答應我們去約會 康達姆基人好像是輸了 好像氣球一樣縮小 但是暴龍乖了一點 都叫做街大風起 差不多十年沒有人說街大風的話 很老套 誰說的 代代子為何你說這麼老套的話 美奈說已經20年了 就是這樣 小生的計劃很成功 有錢賺又可以約會 但是對小生來說 這樣是為了救美子姐姐 又或者是為了得到朱古力餅作為獎勵 也好,他的舉動可以幫到這個震 應該不是何可 應該是街大風起 兩女一男 這個情境還仍然在維持 山田魔多你問這些問題 叫5歲的小朋友碰答你 當然兩個嬰兒都要 可不可以 三個都是美子 好慘,山田魔多完全都放不到他 這樣就好一點的稱呼 叫美子姐姐 山田魔多很灰心 我們會不會激怒他 因為他賣東西 如果他不賣給我們怎麼辦 即是交給我們 很糟糕 你好美子姐姐 古山食堂有時候會送外賣過來三郎這一處 他說有衝勁地說一聲就來到 也很有衝勁地說一聲就走 不奇怪 大哥說送外賣一定要比寶兵快 你看看 送咖哩的寶兵多厲害 次郎留意到我們的機械人玩具巨大化 他說其實如果是鑽石或者金塊 真的聰明 如果小生 小生五歲 怎會想到鑽石或者金塊變巨大 不如你過來 博士電腦我教你怎樣按按鈕 如果有一天小生想到這件事 把屁股巨大化 就嚇死人了 第一步 我們第一集不是出來這個舞台嗎 這房間的門終於開了 之前是鎖住的 這裡是總編的房間 大家也知道他在拍片 究竟我們在這裡可以手掛什麼 是 可以看看櫃 是 目擊情報不忌 心灰蝶 都是一些稀有的昆蟲 還有魚類 這樣的話 床又沒人摺被 這邊可以走出去 鎖住 會不會早上才可以開 要等明天再進來 輕輕鬆鬆又過一天 美梓姐姐經常偷窺 接著阿蘇太陽系新聞報 全靠我們的努力 接了很多外賣點 羅羅子最怕她自己 捉到稀有蝴蝶 接著2樓 我們可以進入神秘的房間 今天就玩到這裡 今天算是輕鬆了 想不到你睡覺的樣子多可愛 又是羅羅子來暗暗小新睡覺 其實最期待是美梓姐怎樣跟小新約會 究竟是什麼時候呢 因為我們應該要達標 五星的金布蛇 期待下一集 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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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